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谈到 取消对华关税无主于缓解美国的通货膨胀 戴琪强调 拜登政府延续川普政府时期 对华征收关税 有其战略考量 目前美中关系正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新低点 同时美台关系在各领域都在大幅提升 台海关系则持续紧张 谈到台海紧张局势 孙父母从台湾移民美国的戴琪表示 中国与台湾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美国分别量身顶制了经济接触计划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 名誉综合报道